为了让中恒青山下线037变道能顺利通行中型巴士 一落石的边坡路段正在进行安全强化工程 而在减少落石风险方面 公路段进行至少刷坡固节防落石网防落石炸四层的防护 大概24公里 沿线大概有四六到七处有这样的一个防护 为了让中八通行中恒037变道 公路总局以三年9.2亿元经费 针对22处亦发生土石流或地质复杂处 兼建民粹道及钢桥 无法全面解决的易崩塌区 进行落石感测监控 也透过前瞻计划经费一千多万 全新设置四座不断电的柴油发电基地台 解决青山道德基段没有通讯及电力设备的问题 达成中八的游客每人意外险提高到300万 采取前中后三台引导车压车确保行车安全 那也透过前倒后卫 乃至于我们后来会加一个中卫车 在以列大客车就是中八之前 去介乎他们能够通行到这个路段 李山游客表示中和通中八后 旅行时间大幅缩短会考虑乘坐 但也有人反映如果相关大众预数没有衔接 会影响乘坐意愿 我自己开车整路因为我们才说 不过来我平行也没没九通工夫 会坐中八啦 因为中八自己开车会比较累啦 中和开发可以回缩到1914年日治时期开凿的李帆道路 1956年7月东西航贯公路动工 1960年5月9日通车 其间动员上万名农民投入道路开辟 工程兼具 总计巡岸人数212人 开通之后离山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但在1999年921地震后 谷关道德基水库的青山上下线 编波崩塌里程达80%以上 青山下线037变道 从2011年开始成为当地居民往来的重要道路 2018年中央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 规划固定班次的中型巴士形式 离山居民形容这象征着中断19年的中横大宗运输 又重新上路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